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节的万迷早晨节目 这一节是 今天最后一节的万迷早晨节目 看完这一场球,我们3比1赢了 搬离之后,有几位球员 究竟未来的曼联的情况会是怎样 以及 究竟会不会有需要做一些改变 今天是12月31日 我认为很多熟悉万迷 熟悉废长的朋友都知道 他生日 今天是80大寿 我看到今天早上的影片 已经留言和他说生日快乐 大家看得耐曼迷早晨的朋友都知道 一般来说 我们就不会讲生日 或者不会讲加盟多少年 因为很多人都说 但是说真的 这个是废长 亦是他 80岁的大寿 所以我都要特意和废长说一句 生日快乐 各位请 随便留言和废长说生日快乐 当然 曼联赢球从来对于废长来说 都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希望 我们每一场球都可以给到一些开心 给到一些快乐 给他老人家 以及给我们曼联球迷 OK 刚才我之前都跟大家说 上星期听了一个 Podcast 来自Talk of the Devils 他们因为废长 大手做了一个特辑 我觉得都挺正的 因为他里面说的 我之前都说了一点 就是一些 比较鲜为人知 废长的东西 还有 找了一些 废长 跟共事过的人说他 我觉得都挺正的 大家兴趣可以拿回来听 好了 说回今节 要讲的主题 就是 记不记得之前我们有一个球员 最初来到都踢得挺好的 踢踢下就发觉 咦 位置上好像没得他分 他最好踢4-3-3 但现在由于我们踢4-2-3-1 他踢的2又不是那么好 防守 哎呀他没有位置踢了 但是他有一段时间 踢得非常好给大家看 个个就是普巴 但是 去到现在这一刻 刚刚刚这场球 昨晚那场球就没了哪个 没了Buno 因为停赛 但是我们就打得很顺 我今早都见到有些朋友说 哎呀 Buno没位置踢了 怎么办 因为 阿兰利克要踢4-2-2-2 又真的没他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Buno 以往如果我们一起踢4-2-3-1 或者4-4-3-3也好 他也是站在中间的 进攻位置 希望可以做到一些传送 和一些 组织我们的进攻 但是 大家都听到了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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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有中间的位置 最惨是什么呢 他比较擅长打 最前的前锋 后一格的位置 就要兼顾边线 今天 之前也有人说了 但是今天我看到很多朋友留言 都有提出这一点 所以呢 你作为一个攻中 但又要兼顾到边路的话 Buno 就真的 不太妥当 其实不止Buno 现在画面看到 和Buno一起的运迪 也是有同样的情况 其实运迪迪 也是 在中间踢的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当然 弘迪比较比较 比较稳一点 因为他仍是 有少少改变的能力 而且他可以踢后一点 但是 如果假设 那个Soul Call的422 都是那句 我再说一次 大家千万不要这么戒怀 那个是否叫4222 或者以往的442 其实这些阵式的东西 就比我们容易 解释给大家听明白 我也是因为这样容易明白 阵式 但实际上的配置 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Anyway 但是 对于那个Soul Call第2个2 两个攻中的要求 除了 你要做 组织进攻在中间之外 防守的时候 他们两个会拉到两边 帮手做防守 正如我今早第一节的 伯特不过道所说 新祖和 Greenwood 都有帮助到两边的防守 Buno 很明显在这方面 就比较吃力了 为什么呢 在进攻方面 如果他 仍在边线的话 他就不是最强的地方 也有用的 有时他都是两边斩球的 但是他最强的就是 中间中路比较好一点 而 边路的防守 也不是他的强项 因为他的强项反而 在中间的防守 他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呢 我逐个说一下 但是现在 看完这场球之后 如果假设这场球就是 蓝利克要踢的球的 蓝本的话 的blueprint 这几个球员 真是有些改变 第一个我说 Buno Buno 我觉得在曼联 绝对还有位置 不过就不是 以往的位置 他可能 要是就去到最前 拍着 斯朗或者卡文尼 打最前的 为什么呢 他有射门能力 他也有一个 逼抢的能力 我今次都说了 昨晚的球 就是卡文尼 在前面 帮手做逼抢 其实是最逼抢的 但是如果他 试想想一下 我们所谓的4-2 最前的两个是 Buno加卡文尼 其实那个逼抢真是不错 后面还有 麦汤或者 费特在执弄 其实卡维克是 类似的 这样的打法 所以Buno 第一个位置 就可以踢最前的 不过可惜的 他就要跟 斯朗拿道 卡文尼 或者 福仔马仔 他争取位 OK 第二个可能性 就是逗后 打6号位 即是打麦汤 和费特 为什么呢 我都 刚才说过 他在中间的防守能力 是有差不多的 再加上 我不记得大家有没有听过 Buno来了不久 如果呢 我已经做过一集节目 解释 他小时候 其实他踢过中坚 当然你现在 他是不是一个顶级中坚 当然不是 但是 起码由于他年轻的时候 也踢过一段 比较长时间的中坚 他起码有一些 基本的防守意识 他有在 例如防守的位置 遮线那些 我相信 你要抹抗他 就不太难 所以呢 Buno 将会要抉择 或者能力也要跟他一起 谈一下 他要么就打前一点 要么就打后一点 因为正正中间那两个位置 就没有他份 但是 如果 Buno打最前 跟斯朗他们踢 或者跟卡文尔他们踢 我觉得没有什么 反对的 也容易比较适应 但是如果Buno要退后打 6号位 就一样要中谷他 不要 乱 传播 就算有逼要事 唯有解围 但是 如果可以的话 都要确定一点才会传出去 因为 如果你在 防中的位置 软按传播的话 将会很危险 但是 如果我们真的好似我们很多朋友所想 一月或者未来的下季 真的买一个 买到一个比较淡定 即是全盛时期马迪 这样的防中 拍着Buno打伤防中 我自己觉得 相当相当有利 所以呢 Buno 绝对还可以在曼联道发挥得到 不过就要做出 作出少少的改变 如果他现在这一刻 未来的半年 即是现在 一月打下去 他踢到最前的位置 我觉得他 不是需要太难适应 是做到 但问题我们要人 可能反而是6号仔要人 那事情就比较麻烦 好了 所以呢 Buno绝对还有 在队内很大价值 不过 跟索尔 跟老麦的情况一样 要休息 真的不能够用得太尽 以往 苏斯一查 我估计 这个纯粹是估计 Buno说能够踢的话 他一定会让他踢 但是 难尼克 就应该要有这个能力 或者要有这个 权威 他说 Buno Sorry 你要休息 说真的 这一件事 难尼克一定要做到 不然 就做不到一个好的平台 给新的领队 来 去继续这一件事 即是 费瑞经常说一件事 一队一队 最划得是 一定要是领队 不然这队就很难成功 大家看看车路士 劳加古又不知道 说什么 我还未认真看 稍后有机会 看清楚 和大家分享一下 劳加古又 不知搞什么 车路士 好了 说完班奴 就说 雲迪碧 雲迪碧 老实实 一个领队不出来 可能偏心 那时候我们说是苏斯一拓 但是两个领队都是这样 真的要反省一下 我自己见到 雲迪碧的情况 他真的找不到 在曼联有一个 他踢到而有 他是胜任的位置 又或者 一个对于他来说 特殊的位置 但是看来 他那个比较 其实他在亚迪斯 他在亚迪斯 他踢过几个位置 但是 始终 他不是踢一些 他擅长的位置 他那个 表现上高 可能真的不够好 所以就令到他 拿不到这个 正选的位置 例如为什么这么说呢 刚才说了 Soul Call的4-2 中间的2 其实 他跟班奴一样 他也踢不到 因为他也是中路球员 其实以往 好像有一场半场 都试过他打哪些 他也是打不到 所以他也是打不到 那你说他能不能打到 前面 好像班奴那样 我这样的提议 其实 有可能 因为 在亚迪斯 他也是打过10号位 也经常会前插 也经常会 射门 但是在曼联 他就真的未证明过自己在这个位置 再加上你想想 我们本身已经人多到爆了 斯朗 加云尼 福仔 马仔 如果班奴都可以争的话 6 加上云迪壁 6个人争两个位 是不是这么容易争到 这个就真的 相当困难 那么 至于退后一些会不会像班奴那样打回后一格呢 这个也是试过的 我自己觉得如果云迪壁打防中 在现在这一刻就一定要打三个防中才能够 因为他的防守能力 我觉得 是比班奴差的 但是他就胜在比班奴的分波的能力 就差不多或者强的 比班奴来说 所以 云迪壁老实实了 经历了苏斯一查 经历了现在几场的难力级 暂时来看 明天的转会窗开 我想他也是要找地方 无论借也好 卖也好 我自己觉得 站在他自己 的development的立场 集在他 真的这个年纪应该要踢很多球的立场 真的要找地方走 那究竟去哪里呢 我觉得 如果 巴赛我们有人对的话 云迪壁可以去巴赛 顾剑重圆 可以配合他的 Frankie de Jong 希望他又可以取回信心 还有大家不要忘记 蓝力克踢4222 不代表他找回来的领队下一季 就继续都一定要踢4222 因为大家要搞清楚一样东西 蓝力克帮我们找领队 是找一个理念相近 不是要找一个 跟他一模一样的领队 如果要找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领队 需要什么找 他做回就行 对吧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一样东西 这一样东西 我想很多朋友都 有点误解 蓝力克敢踢 未来以后都是敢踢 并不是 正如我今天第2节所说 我今天 大巴台的第2节也说过 体系不是打死一种打法 体系是可以 一个体系里面有几种打法 OK 大家希望要明白这一点 当然了 到最后当然要招呼两位法国朋友 就是 寶宝和 Marchier Marchier 今早我和一位巴友聊天 讲话 他的形容 我觉得相当有趣 和大家分享 我不开名了 当然 你知道你是谁 他说Marchier已经坏了 我打个凸 坏了 虽然他之前也有 陶式的匪文 那些什么 不过 我明白坏了的意思 就是在曼联里面 他已经 找不到他自己踢球的动力 我觉得 直接简单 说得坦白 所以 无论卖走也好 借走也好 如果1月 是可以的话 对于曼联 对于Marchier来说 都绝对会是一件好事 因为都很难在曼联 你问我 除非又是那句 他去到 换了领队之后 踢法不同了 会不会有机会呢 我就不敢说 但是在现在这个4222 我们要 最前那位球员 都要帮忙做防守的情况之下 老实 Marchier真是不好意思 好了 他的朋友 鲍巴 怎么办呢 老实 如果纯粹 纯粹是 位置来说 其实他 仍然可以踢到六号位 但是他们的六号位 我们都比较好 已经交过了 在苏诗一查年代 我们也是 舍得过 但是 回头 他剩下半年合约 长远来计 我看的 他也是不逐约多 所以 长远来计 也不需要想回 1月 当然 我都说过 如果有球导会 要他肯付 有些少的转会费 都说曼联当然欢迎他走 但是这个可能性就极度之低 真是看看 他的经理人Minerala有没有了 这件事我分析过了 不再重复了 但是如果假设 他不走 走不了 那怎么办呢 其实还是可以用的 因为 我觉得普巴有两个用途 第一 如果我们1月真的买到一个好的房中 就是独当一面倒 而第2个房中 需要帮他走 不是那么多的话 绝对可以跟班尼一样 配普巴都可以 一个好的房中 配普巴 绝对没问题 很简单 发觉国家队的选敌就行了 但是我们买不买到呢 第2 就算不是的 我们也要有些人搏一下脚 有时 我们防中位都是不够人的 普巴还是可以踢一下 但是 对着一些 压力强 快速的球队 就不要预计他了 最后 普巴如果 未来这半年还留在这里 还有一个用处 踢正前锋 就是万一我们最前两个位 要追 对方的守卫是高大 我们都被迫 9981 普巴 冲入禁区里面 帮到一手 好歉都 箭头大 是吧 所以 我个人的估计 普巴 1月都走不了 所以这半年 都是帮手替补一下 帮手 哪里不够人就帮忙 但是 最好都不要踢防中 都是那句维持完判 虽然 如果兰尼克那一套 慢慢展开 在我们那里承认的话 前面那四个攻击的球员 真的能帮助防守的话 我们两个六号位 压力没那么大 其实我觉得普巴应付得来 但是始终 以我们现在的选择来说 在普巴的防守能力方面 我真是不甘恭维 因为这几年都看得太多 最惨的就是 他不是不努力的 他回来帮手 一落脚就麻烦了 不是十二码就是罚球 这是最麻烦的致命伤 亦都是 不要说其他东西 为什么他打六号位 那么危险 就是这样 OK 以上就是 今天始终赢球 那么开心 所以多开一次 讲一下 这场球没踢 的球员 究竟在曼联 未来的 半年的情况 这是我的看法 最后再讲一次 今天就是 辉择的80岁大寿 再次 恭喜辉择 希望他最重要的是 身体健康 因为身体健康 才可以继续看着曼联赢球 相反 曼联 各位球员 希望你都可以 赢多些球 让辉择 开心多些 和我们漫迷都开心多些 OK 今次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身体收看 拜拜